接下來介紹我們講的水圈 那水圈包含什麼 包含這些包含什麼海洋、河流、湖泊、沙澤、冰川、地下水 我們除了那個沼澤不會講之外,我們都會講 除了沼澤不會講之外,我們都會講 這些全部都叫做水圈 這些水,不管它是固態的、液態的,都叫做水 只有一個我不放在水圈討論 空氣中的水 空氣的水,我們把它放在哪裡討論呢? 氣象、大氣中討論 所以除了空氣的水不列在我的水圈討論範圍之外 其他的這些什麼冰、海、河、湖 我們都是放在我們的水圈討論的 那麼整個水有這樣的表格 當然數字不用背,但是一個重要的事情要了解 就是我能夠用的水資源 看到第一個最多的什麼東西呢? 海水最多、海冰最多 但是它鹹的沒辦法喝 冰川也不少對不對? 這個太遠 除非你是艾斯基摩人或是尼泊爾人 否則冰川不是你生活中能夠用到的水資源 所以冰川太遠,因為太遠 所以不列在水資源 平常所信的水就有兩個水 一個叫做地表水 一個叫做地下水 地表水就是什麼? 河水、湖水叫做地表水 要叫地下水我們會講 我們會提到它 這兩個東西加起來 大概佔百分之 0.401% 約約250分之一 大概256分之一 大約256分之一 它就只有這麼一點點的水 所以我們的舊客們做過一件事情 請你拿一個蛋糕 最好是長型的蛋糕比較好切 對切一半 二分之一 再切一半 四分之一 再切一半 八分之一 蛋糕起來連切八次 二分之一 四分之一 八分之一 十二分之一 三十二分之一 六十四分之一 一百二十八分之一 二百五十四分之一 二百五十四分之一 切完之後 那一片就是你能吃的 這個叫做水汁 全世界的水 切八刀之後 這一片就是你能吃的水資源 水資源 要透過這個活動 告訴你一件什麼事情 你覺得地球上到處都是水 可是水資源有沒有很多啊? 水資源有沒有很多啊? 沒有 水資源非常的稀少 水資源稀少 它一個更慘的事情 什麼事情更慘? 你萬一把它水弄髒了以後 你萬一把它水弄髒了以後 誰可以給你乾淨的水? 誰會給你乾淨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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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盡的水 老天爺 空氣的水 空氣的水是蒸六過的嘛 對不對? 蒸八 蒸六過的 那個水是乾淨的對不對? 那個水是乾淨的 身體好像是乾淨的 落下來應該是乾淨的 意思就是 你如果把它弄髒了你就麻煩大 能夠給你乾淨的水 非常的稀少 非常稀少 所以這張表格的一個用途是要讓你知道 你的水資源其實非常的稀少 非常的稀少 非常的稀少 不要覺得地方到處都是水 很稀少 那另外就是你要背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叫做 誰是全世界最多的水啊? 剛才看到誰最多的水什麼水啊? 海 海水很好 最多的是海水 這個是我第一次出現 所以我們就這樣子知道 下次再一次我就問你了 下次再出現 我就再問你了 第二個你看一下 最多的淡水是什麼水啊? 冰川 冰川 very good 冰川 來啊!國中段考考過一題 請問 全世界的淡水最多以何種狀態存在? 物態、一態、七態 物態 明嘛 agne嘛 最多淡水 多加兩個是 多加兩個字 最多的淡水資源 剛剛講過資源是誰啊? 地標水跟地下水嘛 看表哥裡面誰比較多 地下水比較多 所以最多淡水之缺是誰啊? 地下水 最多的淡水支援到地下水 考試的時候看清楚人家問什麼 人家問最多的淡水 答冰川 人家多兩個字 最多的淡水支援答什麼 地下水 就是你要備好的事情 最多的水 最多的淡水 最多的淡水支援 把這個事情備好 備起來 這個還會再出現 下次出現就是我問你了 你把你叫起來問 OK 不然我問你了嗎 不